HELLO 我是烏龜 本部影片是以测试服环境录制 一切内容以游戏时装之后为准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哥布林勇者挑战的通关路线 和之前的挑战一样 这次我也是会送出两个黄金通行证的 参加办法我会放在这部影片的最后面以及影片的说明栏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关的挑战长什么样子 哦 这是一个14本的大本营 有着三座X弩 那给的部队是有大小哥布林以及一堆火箭气球兵 给的工程机器是工程烈焰车 里面装着的部队比较重要的应该是火箭气球兵和一只龙骑士 英雄的部分则是只有给我们的一只这一关的主角 也就是神盾勇者 看到隐秘哥布林再加上隐形法术 那我当然就是拿他们来偷本 接着就想办法发挥出工程烈焰车的最大效果 我会选择用火箭气球兵 来把对烈焰车有威胁的X弩打掉 再选择一个角度让烈焰车进场让他发挥最大的价值 现在就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通关路线吧 12点的外侧下4颗气球处理冒出来的电塔 还有内侧的X弩 2点钟下一颗球处理电塔 4点也是下一颗球处理这边的电塔了之后 再从3点外侧点3颗球进来处理内侧的X弩 接着我在6点左右两侧的资源采集器外围 先下了小哥布林来把小炸弹探掉了之后 用隐秘哥布林来把这些资源采集器打掉 探出6点的金库水库前面城墙缺口的小炸弹之后 我就下出各3只隐秘哥布林来处理掉金库跟水库 然后他们会引出两个旋风陷阱 当他们把旋风陷阱引出来之后 我就在1-2点的外侧下攻城猎人车进场 猎人车的目标是处理掉一座法师塔跟3座火塔 接着我在6点外侧下两只隐秘哥布林 让他们拆掉了黑水采集器之后 往前探出大本营旁边的大炸 同时也已经在攻城猎人车这边下了冰人 来将一大堆的哥布林援军引出来 并且配合毒药来处理 毒药丢出去之后 我从6点下了6只隐秘哥布林进来直奔大本营 配合这一罐隐形法术来把大本营拆掉 接着仔细看清楚是否还有剩余的哥布林丢出第二罐毒药 避免他们贴到攻城猎人车脸上去 一定要好好保护好猎人车的安全才行 接下来就是要等待我的攻城猎人车 来把眼前的三座多体火塔拆掉 在这段等待的时间 我慢慢的将手上的火箭气球兵下进场 先拆掉了9点钟的X弩 7点外侧的这座电塔也先拆掉 要避免等一下神盾勇者又绕到了外侧来 然后6点偏左边的这座电塔 我用火箭气球兵拆掉 就只剩下最后的一颗气球了 我会选择下在4点钟的这个电塔上头 这个位置也是等一下我的神盾勇者要进场的位置 先确认我的攻城猎人车已经砸到了这座多体火塔了 我才将神盾勇者从4点的外侧下进来 理想的情况是我希望神盾勇者在拆掉眼前的法师塔 多体火塔跟电塔了之后 会跟着工程猎人车里面的部队 往这个阵型10点钟最后一座电塔的位置推进 现在神盾勇者的技能被迫绞了出去 看来很快的就会走到靠近10点内侧了 我赶紧手动解体了我的工程猎人车 让里面的火箭气球兵还有龙骑士提早进场 赶快处理掉多体火塔 并且扛着最后一支电塔的攻击 来保护我的神盾勇者活下来 这样子神盾勇者就可以跟着龙骑士一起收尾了 因为刚刚我是提早将猎人车解体的嘛 也就是说猎人车还有足够的血量 所以在前期处理援军的时候 如果真的你的猎人车不小心被哥布林砍了一两刀的话 应该是不影响了这个路线还是可以成功 那当然最后剩下的都是资源建筑 我的手上还有一大堆的大小哥布林 都可以提早下进场来 这样子就不会看到最后这么惊险 还吃到一个旋风 差一点就要来不及拿下三星完成挑战了啊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路线啦 我一共是扣下了八只大哥布林 三只小哥布林 一罐冰冻跟一罐加速 剩下四秒钟而已 好惊险啊 如果你有把握用更少的时间 或部队就完成这个挑战的话 可以参考现在画面上的相关活动说明 在这部影片底下留言 我会送出黄金通行证给最后成为 最速通关与最秀通关的挑战者哦 这部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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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